我们一起祷告来到神面前 主耶稣多谢你 多谢主耶稣 多谢主耶稣 因为你的大爱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跟你一起 因为你的大爱 我们可以跟你永远一起 是最好的 求主赐给我们感激的心 我们想到主耶稣 在世上的时候被人藐视 被人轻寒 被人排斥 被人误告 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流出补血 是一个很大的恩恋 神啊 如果没有了你 没有了耶稣的救赎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每一个都要去到地狱 但有耶稣的救赎 我们可以来到天堂 和主帮助我们感激耶稣 感激耶稣的大恩大爱 我们都思想到耶稣的大恩大爱 我们就全心感谢赞给你 全心爱你 我罪怎能得洗净 完全是在乎神的恩恋 我罪怎能得洗净 为革主耶稣的补血 我心怎能得宣传 为革主耶稣的补血 主补血当中养 使我罪面死忘痴 活存世无常 为革主耶稣的补血 我无共路不追过 为革主耶稣的补血 一生言语到忧错 为革主耶稣的补血 主补血当中养 使我罪面死忘痴 活存世无常 为革主耶稣的补血 革主补血向平安 为革主耶稣的补血 使去群腹并收发 为革主耶稣的补血 主补血当中养 使我罪面死忘痴 活存世无常 为革主耶稣的补血 革主补血向平安 为革主耶稣的补血 使去群腹并收发 为革主耶稣的补血 主补血当中养 使我罪面死忘痴 活存世无常 为革主耶稣的补血 多谢天父 多谢主耶稣 多谢主耶稣的大恩大爱 因为耶稣的大爱 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 成为神的儿女 并且我们可以 与神有密切关系 与神做朋友 是耶稣拯救的儿女 也将来是辛苦 我们将来基督的辛苦 是神所喜爱的 因补血我得洁症 因补血我得到很多很多的礼物 求主帮助我们 感激耶稣的补血 耶稣救赎我们因补血 人补血我得洁症 人补血我得众生 人补血代替我死 成全那旧属的牵制 成全那旧属的牵制 人补血我得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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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补血我得从生 人补血代替我死 成全那旧属的牵制 成全那旧属的牵制 人补血我得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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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耶稣神宝贵地献祭 我耶稣神宝贵地献祭 多谢主耶稣 多谢天父 我们现在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真是有福 希望我们个个都在说 神啊 我是祢的儿女 我是祢所爱的 我是神所欢喜的 我们的心就欢喜神 我们就想到我主为何流出补血 为什么耶稣会肯为我们流出补血呢 我们就感谢天父 感谢耶稣 耶稣的大爱 我主为何流出补血呢 我主为何流出补血呢 我们来不听力量封 要毫整孩子 коммент cielo等等 每天才大家重 Därства 我们来1 everything loss 或者我们は nap Life 神已经渡达中国 祂寓�所到家 财在自卑 既在灵满 往在 出海无边 故多沙甲 献影我智 我亦受账意面 感激自情 勇发可心 悲伤太流烈烈 主耶稣 多谢祢 多谢祢 有耶稣的救赎真是好 有耶稣的恩典真是好 主耶稣 我们全心全意感激祢 我们就欢喜神 紧靠着耶稣 耶稣就很欢喜 耶稣很欢喜 我们时时紧靠祂 我们求着耶稣 耶稣就欢喜 耶稣也是这样想念我们 苦人也能忘记祂吃奶的婴孩 不练习祂所生的儿子 即是有忘记 耶稣也不会忘记我们 所以当我们回应祂的时候 祂是极度的欢喜 极度的快乐 我们现在紧靠着耶稣 感激耶稣 紧靠着祂 耶稣哈利路亚 主我紧靠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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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我心 依我利 主 我仅靠你 以爱感触我我心 将我仅拥抱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主 我仅靠你 主 我仅靠你 尽我心 依我利 主 我仅靠你 以爱感触我我心 将我仅拥抱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以爱感触我我心 将我仅拥抱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我只归你 我只归你 属于你 我只归你 只归你 我只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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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我只归你 尽我只归你 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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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我尽我 为我定死 耶稣为我定死 耶稣为我定死 耶稣 耶稣想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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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心中 耶稣在拥抱我 耶稣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心中 耶稣耶稣 耶稣在拥抱我 耶稣耶稣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心中 耶稣耶稣 耶稣在拥抱我 耶稣耶稣 耶稣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耶稣在我心中 耶稣耶稣耶稣 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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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爱你超过我有的银行的钱 我爱你超过我们的家人 因为耶稣说 如果爱他不超过 我们的家人不会做他的门徒 神啊 我爱你超过我家屋 超过我所有的一切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我跪拜你面前 赞美我敬拜我们的佛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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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真好 我们都愿意摆上自己 我愿意回应你 我真的说耶稣 我好爱你 圣过一切 我爱你 圣过一切 我爱你 圣过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都是你那里的 我们有耶稣之后 什么都有了 我们就变得有喜乐 有平安 有力量 有恩赐 有财干 什么都有了 耶稣 我感激你 我们一起跟耶稣说 我感激你 我欢喜你 我多谢你 我赞美你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主啊 我们欢迎你 今天和我们一起 我们默想耶稣的大恩大爱 我们多谢你 感谢你 我们敬拜祷告 封主耶稣圣名 阿们 哈利路亚 圆主的名得着荣耀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那个遥控给我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多谢主耶稣 我们今天继续 我们今天这个讯息 就是想到 从主耶稣的十架七言 思想到主耶稣代死的大爱 耶稣很大的恩典 他在十字架上 在他临死的时候 他所说出的说话 就表现出他的心声 表现出耶稣那种怜悯和爱 我们很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首先我们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什么 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他最痛苦的不是钉 也不是流出他的血 他最痛苦的 是他在十字架上 成为了罪 一切的罪降在他身上 他就成为了罪的化身 而因为他成为罪的化身 天父就只能够和他分离 所以在十字架上 他是与天父分离的 他最痛苦的一件事 你看到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不是说我痛 耶稣没有说我痛 他没有说他痛 他的呼喊是什么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呢 他呼喊就是 与天父分离的痛苦 对不起 与天父分离的痛苦 我们看到圣经说 《光临德后书》五章二十一节 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 里面成为神的义 这个就是 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为他承担罪的刑罚 是一个最奇妙的交换 有时候你去买东西 你就找一样东西 有时候乡村地方都会有这样的 你拿个木瓜去 跟他交换你想要的东西 交换 这里就说到神使那无罪的 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了罪 即是我们的罪交换给他 接着我们就拿了神的义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变成了神的义 神的义遮盖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有耶稣的义袍 在神的眼中 我们好像耶稣这么美丽 这么完美 是很奇妙的 其实现在也是 是的 你想到神 你不要想着 死了 有很多丑怪 有很多污蔑 当然我们有罪一定悔改 但你不要想着 神啊 我真的很丑怪 很污蔑 你多点去想 在神眼中 我们好像耶稣这么美丽 因为耶稣的义袍 遮盖在我们身上 耶稣的义在我们身上 当然圣经有说到耶稣的义 也有说到基督徒所行的义 这都是我们的荣耀 基督徒所行的义 所以我们一方面有耶稣的义袍 也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如果当我们有罪 那又怎样呢 那你就死了 我有罪了 污蔑了 求主赦免 耶稣就赦免了 然后求主帮我 有力量去胜过 耶稣就很欢喜 祂就会帮我们胜过 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 虽然我们有罪 我们求主赦免了 接着我们信靠耶稣的救恩 祂的赦免 祂的义袍在我身上 已经交换了 祂的义放在我身上 我就感谢神 我相信我现在在神眼中 好像耶稣这么美丽 这是我们在神面前 可以有的信心 还有有些人很害怕就座 这里讲到耶稣为我们基督 《加勒太书》三章十三 《基为我们受了咒座》 翻译中文圣经的人 就不太敢 照原文翻译 原文是成了咒座 他成为了咒座 他觉得太严重了 为什么耶稣成为咒座 有什么可能呢 但当时耶稣真的成为了咒座 一切的咒座在他身上 所以他就成为了变成了咒座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救爱脱离律法的咒座 因为经常说 《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座的 这个很特别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 他们都不知道耶稣被针十字架 但神知道 神就说明了 挂在木头上的 即被判死刑的 是受咒座的 而最后耶稣就挂在木头上 为了我们的缘故 受咒座 一切的咒座降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想到耶稣为我们死 第一就是他成为罪 第二就是他成为了咒座 我们多谢耶稣 从心底处去感激神 神啊 耶稣你居然为我们成为了罪 又成为了咒座 真是不配的 我们不配 叫我们这么污蔚的人 这么多污糟辣搭的人 可以成为神的乙 你说多大的礼物 所以我希望大家天天都这么深信 天天都深信 我是耶稣的乙 也都一切的咒座除去 我是神的乙女 心就欢喜快乐 一有罪就立即求主赦免 立即深信 神很欢喜我们悔改 立即跟从神 遵从神 就算你未完全处理到 你就靠耶稣 耶稣帮我 神就欢喜了 那你就可以天天欢喜 我希望大家都天天欢喜 虽然有时候你会被人骂 被人击倒 但也不要容许这些骂 影响我们的喜乐 因为有耶稣的乙状 在身上我们就有这个喜乐 而圣经讲到这个乙袍 以赛书录一章十节是非常美好的 我一起读一下 我因耶稣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神快乐 因他以拯救为依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好像新郎带上华冠 又像新腐佩戴装饰 他说我因为耶稣很欢喜 我一心靠神快乐 我很开心 因为他以拯救为依给我穿上 这件拯救的衣服在我身上 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即他的公义披在我身上 我们算为乙 以及披戴上乙 即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本质仍然是有罪的 我们仍然是罪人 但是有耶稣的乙袍遮盖我们 这个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披上之后是怎么样呢 是漂亮得好像新郎 戴上华冠 新腹配戴装饰那么漂亮 所以我们有这个乙袍是很美丽 但是很多人有个乙袍 你想像好像皇子公主 穿着一件最漂亮的袍 但是他就说 哎呀 我的衣服很丑怪 很骚脏 因为他想到他里面 我想到他里面 我很多丑怪的东西 于是在神面前 很多时候不敢来到神面前 但是我们可以深信 我们就在耶稣面前 在神面前 好像耶稣那么美丽 因为他的乙袍现在在我们身上 因为已经交换了 我们的罪给了他 而他的乙袍就加在我们身上 这个乙袍加在我们身上 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背景 首先我们就看这个十戒七言的第一句 我们一起读一下 《勞教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 当日耶稣说 付阿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这句经文很简单 很简单就是说 付阿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耶稣不是第一句 哎呀 我通了 他是说付阿赦免他们 其实求神赦免谁呢 其实最大罪最大罪是谁呢 是祭司长 法利塞人 文士 和很多不信的犹太人 他们虽然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看到耶稣所说的恩言 他所说的说话充满恩典 看到耶稣的权兵 可以赶鬼 可以医病 生来核眼的死了的人 拉撒路他们都知道 他知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他知道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在人来说 其实他是应验圣经的预言 到了审判的时候 祭司长问他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基督 那你问 就是预备两个答案 是不是 一是就是 一是不是 当耶稣说是 或者你要看见仁子 架着天上的魂 在父的荣耀降临 他立刻就说 耶稣是蝕毒神 就立刻攻击他 就是说 你说了一些毁谤的说话 所以要判死刑 就是他完全没有想到一个可能性 耶稣真的是基督 如果 如果我们是祭司长 我们当时都会问一下他 有什么凭据知道你是基督呢 为什么我们知道你是基督呢 因为他们等了很多年 等基督来 他就是凭他自己的内心 他的想法 因为 很多犹太人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他们想着就是 基督来应该要令到以色列人打赢仗 盛过所有列国 叫以色列是高举的高山上 是最高的 他想着这个外面的 他没有看到以赛书53章所说到的 这个受苦的仆人为我们而死 因他受他的刑罚 我们就得到平安 得到医治 得到赦罪 他没有想到以色列书53章 也没有想到 诗篇22篇 大卫所写的诗 讲到就是 他为我们 他的手被刺头 扎 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他没有想到这个就是 预言到基督的 也没有想到 但以色列书第9章 其实几处的预言都很清楚 讲到基督来是要受死的 一个是弥赛书53章 一个是诗篇22章 一个是弹书第9章 讲到这个受高军来到之后 就被他们除灭 被他们杀了 然后呢 后来耶路撒冷被毁灭 另外还有一个 《杀加利亚书》 他说 我就是你所扎的 所刺透的那个 有一天你会呼喊我 你为我哀哭 这些都讲到 神是被他们刺透的 这几处的经文 都是预言到 耶稣会受很大的痛苦 但是 当时的祭司 和法利错人 他们的心是肝硬的 就是和神的关系是灵的 就是他如果不是灵 他怎么会完全否认耶稣 就是不是好像这样 有些人以为 其实他很敬虔的 很敬虔很敬虔 不过他觉得耶稣 不是神所立的基督 其实他的心里面 不是真的敬虔神 我给大家知道一个背景 当时祭司主要是杀到个人 他们是不信復活 不信有天使 其实很奇怪 为何祭司会变成这样的呢 这是真是很可惜的事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圣经是不相信的 他们不相信耶稣来到就是基督 他们就钉耶稣第一个最大罪 最大罪的就是祭司长和法利错人 第二就是犹太人 弥拉多就说 他没有罪的 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 他们都说要钉他 然后他说 我释放一个罪人 你释放耶稣 但是他们也不肯 这群以色列人 犹太人 他们就不断呼喊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就看到这群人 真是非常迷惑 被祭司长迷惑 法利错人迷惑 于是他们就 没有想到 他们所钉的是基督 其实他们看到他的神迹 他们看到他所行的事 和他所说的话 他们钉他 第三就是执行命令的人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到底耶稣是否就是为 第三种人祈祷 就是神赦免这群兵 他们钉我十字架 其实耶稣不只是这群人 是所有人 当时在场 祭司 法利错人 他们都在 他们看着耶稣钉十字架 所以耶稣说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就是说这群人 其实都是 是负责钉耶稣的人 就是有责任钉耶稣的人 耶稣就说 赦免他们 因为他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很特别的 其实在这么多的罪来说 去钉死耶稣 去诬告耶稣 否认耶稣所行的神迹 攻击耶稣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罪 但是耶稣会说 赦免他们 包括范利错人 和祭司 他会去求主 求神赦免他们 就是给我们看得到 神的心 都是想赦免他们 耶稣曾经 和耶路撒冷说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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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次招聚你 就像母妻 母妻招聚小鸡一样 只是利闻不愿意 就是说到 其实神多次想招聚他们 虽然他们不听话 但是神依然想招聚他们 而这里耶稣是说 求神赦免他们 如果他们听到耶稣这句话 感受到耶稣的爱 而当时说 我们有罪了 我们钉了耶稣 求耶稣赦免我们 祂的事都可以得救 这就给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应用 很多基督徒有时会这样担心 糟了我的罪这么大 耶稣是否全部射灭了 耶稣是否完全接纳我 甚至有时基督徒说 其实我真的上不到天堂 是否到时耶稣说 不行 你不合格 你不上到天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意念 我觉得基督徒有时都会想 糟了 到时会不会说 不行 你不合格 不上到天堂 我们就很害怕 但这里给我们看到 祭司犯了这么大的罪 耶稣也为他们祈祷 也就是说 耶稣也一样赦免我们的罪 圣经是说到所有的罪 人所有的罪 神都赦免 是除了泻毒圣灵的罪 有些人是害怕 死了 我曾经试过泻毒 这个意思不仅是一次的泻毒 是一个故意的泻毒 或者也有可能是 包括 是泻毒神的罪 所以 泻毒圣灵的罪 所以是非常严重 可以是不得救的 但是我们 其实一个人 他真的说 神我有罪了 求你赦免我 我真的很想你赦免我 这样的时候 神也赦免了 所以从这句话 我们知道 几大罪的祭司和法利赛人 神都想赦免 何况 我们每一个 我们都想述耶稣 不过做得不够好 你做得不够好 你就求主赦免 神就很欢喜赦免 神就会洗却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每一次你想到 哎呀 我犯了很大的罪 你就想回这句经文 想回耶稣说 赦免他们 你就说 赦免我 赦免赦免我 因为我所做的不妖得 我有软弱的 求主赦免 希望这句经文给大家安慰 耶稣是真的 时时都是赦免一些很大的罪人 这个行淫时被捉的妇人 约翰福音八章十节 这个妇人 那些人将她拉来耶稣 看看耶稣 会不会判她死刑 因为如果她判她死刑 说她要用石头扔死 他们可以诬告她 因为 罗马人没有给她权兵 用石头扔死 所以他们不能够跟到 旧约的吩咐 犯奸淫的要用石头扔死 所以她要 陷害耶稣 如果耶稣说 不要紧 放她走 他们又说 你又不遵从律法 但耶稣很有智慧 耶稣在地上写字 可能写一些戒名 淫念 污蔑 奸淫 看到妇女就动淫念 不知道她写什么 那些人看的时候 看一看那些字 但他也吹着耶稣 耶稣怎么样 耶稣就说 好了 你谁没有罪 他经文没有说 在地上写了 你谁没有这些罪 你就扔第一个石头 他想着想着 就没办法 不敢扔 一个不敢扔 其他不敢扔 个个都不敢扔 一旦扔就说 你是不是真的没有罪 于是他们在后面 缩缩缩缩走 就剩下了 这个妇人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 妇人哪些人 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她说 主也没有 耶稣说 我有不定你的罪 去罢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这里说到 耶稣真是很无条件的 很简单地卸面 我们感谢神 神就是卸面的 我形容神的卸罪 是好像跟从电灯的法则 电灯的法则是什么呢 有电的时候 你的灯没有坏 你的制没有坏 你一开灯 一定要开灯 你有没有试过 有一天你开灯 那灯本来是没有坏的 不过他说我心情不好 今天我不开灯给你 会不会电灯是这样的 他不会的 他是正常的 他一定开灯 神就跟从他的应许 其实很简单 你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须赦免我们的罪 洗准我一切的不意 神就一定赦免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神跟从他的规则 他的应许 神是照着他的应许做 因为他的应许 就代表他的属性 他的本性 他的本性就是人认罪的时候 有忧伤痛快的心 主必不轻悍 所以任何人 你无论多大的罪 你忧伤痛快 神一定赦免的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 第一件事 是深信耶稣所说的 父下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 接着第二句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所以这个看字 不是母亲看你的儿子 不是的 原文是behold 看啊 看啊 你的儿子 不是看你的儿子 不是那个看的意思 看啊 这个就是你的儿子 就跟他的妈妈说 玛利亚说 母亲看你的儿子 这里看到耶稣关心他的妈妈 尊重他的妈妈 然后就对门徒说 看啊 这个是你的母亲 从此这个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他就照顾他的妈妈 照顾耶稣的妈妈 地上的妈妈 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是第一顾那些犯罪的人 第二顾他家人 虽然一方面耶稣告诉我们 你爱家人 超过爱我 不配做我门徒 但是同时 圣经所吩咐的 孝敬父母 耶稣也是照做的 他也是孝敬他的妈妈 他体重他的妈妈 还有他关心人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有困苦 我们有人被人击傷 有身体健康的问题 有家庭各样的问题 子女不听话 有各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耶稣都顾念 正如他顾念他的母亲一样 他都挂心我们 有些人就说 神你都没有帮我 即是你不爱我 这个其实是一种误解 他就以为我的问题 不得到解决 即是代表神不爱我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苦难 好像弱室 他都坐了很多年牢 他后来才能够 后来做了宰相 其实他也是做奴隶 被他的歌出卖的途中 也是很害怕 很担心 但是神是祝福他 在那段日子 神没有减少 譬如祈祷就祈祷 神你快点拯救我 他没有即时得到解决 是经过了很多年之后 同样我们有时有些苦难 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苦难 比如人迫白 困难 最终神是施恩的 其实当时神也施恩 因为当时我也捉住神的应许 我经常都捉住神的应许 这是什么 我听神的话 爱神 神就为我预备眼睛未曾体见 以当未曾听见 而人生未曾想到的人 当我有心祝福人 侍奉神的时候 神一定为我开路 神有一个奇妙计划 没有人能够拦阻 虽然当时没有机会 但我依然相信 有一天是会开路的 结果神就开路 让我们能够去到不同的国家宣教 现在仍然可以宣教 并且在网上也可以宣教 这个就是神所预备的 神知道的 我也经历过困难 不是没有困难 其实我家庭长大 是有很多很多困难 我家里有很多赌博 所以有时我买了衣服 我想想 比如有些人参加什么 什么特别的聚会 想去找一件衣服 可以没了一件衣服 因为家人拿去当了 在这个情况长大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 当我相信耶稣 我很感激神 真的有个神 真的有个神爱我 我就很感激神 神是顾念的 神是知道的 你的心是怎样 神是醒察 测验人的心肠肺虎 神是看到我们心里面 所有的意念 所以 你的心里面 神是我的最重要 最宝贵 神一定看到 并且祂会顾念你 正如祂顾念祂妈妈 祂也顾念我们每一个 当你有病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埋怨神 因为你埋怨神 就难了神的祝福 反而你说 我有病的时候 不要紧要的 更加叫我帮着神 我自己心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准备 我在初信的时候 我已经看了一本书 那时候《中信遇刊》 他就有写出 如果有谁想要 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 其中一本 就是《为主受苦》 我当时就告诉他们 他们就寄了给我 我就看到不同的国家 他们如何受苦 如何受迫白 那时候我已经有个心 有一天 如果我受迫白 如果有一天 有人用一枪指着我 你信耶稣 我就会打死你 我已经在当时 我已经决定 我是会听耶稣话的 我现在来说 我看到这个世界上 很多迫白 其实很多宗教迫白 政治的迫白 是非常严重的 而他们用的方法 比以前更加严重 更加厉害 更加恐怖 我又想过 在这样的情况 怎么说呢 但是圣经的说话 安慰我 因为耶稣说 当你被带到 君王 朱后面前的时候 你不用想 什么说话 到时圣灵会教你 说什么说话 那就是说 神会和我们一起 神和我们一起 就算有多大的痛苦 也好 神都会保守 就算很痛很痛 神都会加力 所以在我心中 我是 我是深信神的照顾 有什么苦难 有什么不好的事 我不会说 神啊你不理我 而是我说 神啊这件事 更加叫我扔着你 依靠你 我希望 这个经文给我们提醒 耶稣是顾念他妈妈 他妈妈也顾念我们每一个 好了 接着第三 我们一起读 就是这个犯人 奴家福音23章39节 一起读 那同钉这两个犯人 有一个基兆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就应声集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但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你要和我再乐园里了 这个犯人其实他一直都犯罪 到最后一刻 结果被人捉了 要判死刑 钉在十字架上 其实是很没希望的 如果他的家人在 他会觉得这个儿子也没用 要被人钉在十字架 是非常可怜 非常羞辱的 在那时 其实他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那另一个犯人 当时来说 他就在那里击召耶稣 就说你是基督 你救自己和我们 那另一个 就完全没有这个悔改的心 但这个犯人 听他这么说 觉得很不对 他为什么有这个心 他其实可能已经听到耶稣所说的说话 在听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所做的事 然后最后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会看到耶稣的表情 圣经没有记住耶稣的表情 耶稣说 父下赦免他们 耶稣的表情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但很可能 他看到耶稣的表情的时候 他会看到耶稣的爱和接纳 那些钉他的人 他都为他祈祷 他看到耶稣那种特质 他那种瑶术的心 他的心里面 就有这种倚靠耶稣的心 到底这个强盗 是到那时候才信耶稣 还是之前呢 我们不知道 有可能之前已经信 不过他犯罪 他犯了罪 他知罪了 但是他现在判死刑 也没办法 也可能在当时他信 已经是信了 因为他已经有那个生命了 我们信耶稣的量度 是有没有熟灵的生命 里面有没有一种倚靠耶稣的心 感激耶稣的心 跟从耶稣的心 这个就是熟灵的生命 有些人说 他曾经跟我们祈祷 一起祈祷认罪信主 他是不是上了天堂 我会说我不知道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的心 他是不是跟你说 他会说 你常常认识他 我跟他说 有些人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我会说 如果他真心相信 他会真是得救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但如果我看到这个人的心 真是看重耶稣 就证明 证明他有信耶稣 这个心 就是有一个看重耶稣的心 倚靠耶稣的心 就证明他是得救 所以得救有外面的表现 即是有里面的信心 有外面的表现 那你也问一下自己 我问一下你 你的心里面 有没有一种 扯着耶稣的心 想耶稣救你 也都为自己的罪悔改 想耶稣射灭你 有没有这个心 有 即是耶稣在你的心中居住 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 也都是圣灵来到 叫我们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 责备自己 所以你有自己责备 还有会有称耶稣为主 就证明你真是有耶稣的生命 那你就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我得不得救 反而你就是说 我怎样令到我自己的灵命 更加成长 我倚靠神 亲近神 尊重神 思想神的话 要叫我灵命能够成长 这个人其实已经是得救的 有些人以为他要问了耶稣才得救 他有生命 他需要问耶稣 他会问耶稣 第一他会指责这个人 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 你不怕神吗 他也有惧怕神的心 这种怕是敬畏的意思 圣经说到敬畏耶和 是智慧的开端 那种敬畏就不是这样 哎呀神啊 很害怕你 很害怕 不是那种害怕 是那种敬畏神 神啊 你是配受一切的尊敬 和敬拜的我 尊敬你 我不敢犯罪 这种敬畏的心 他说你不怕神吗 他知道神 是看到我们的罪 所以他有这个敬畏神的心 他说我们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 是相称的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即是说他也听过耶稣所做过的事 所以他听到耶稣所做的事 如何去医治人 连吻人 说的道 如何连恤人 他知道 不过他也是被捉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捉 可能他已经知罪了 不过他也要犯了法 他也要被捉 去叮十字架 然后他就说了 他在圣经里面说到一个人物 就是直接称耶稣的 因为其他人都是主 他就不是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不懂 基督徒通常叫主 就不会说耶稣 耶稣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你的天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他就是这样祈求 有些人说 这个强盗有没有果子呢 因为圣经马太福音25章 说到耶稣回来 有24章尾已经开始说了 说到有善仆恶仆 那些善仆就照顾好其他仆仆 但是那个恶仆 就以为主人落得迟 就打仆仆 结果他主人来的时候 就要重重懲罚他 然后马太25章 三个比喻都是说到耶稣回来的 第一就是十童女 有五个未准备好 五个有游 五个没有 这个游可以代表救恩或者圣灵的同在 第二个比喻就是 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的比喻 有没有使用 就是说没有使用的呢 就要去到外面黑暗那里 哀哭设耻 那里是地狱 不是天堂有一格是哀哭设耻 是地狱 然后第三个比喻就是绵羊山羊的比喻 绵羊山羊是说到耶稣降临 然后将万民聚走到他面前 就好像牧羊的人将绵羊山羊放在右边 山羊放在左边 然后就问他们 就是告诉他们 听说你有做在我的身上 他们就说我何时做在你的身上 他们就说你做在我的一个弟兄身上 就做在我的身上 所以审判的时候是会问我们 你有没有做在我的弟兄身上 大家有没有做 那你说我很久之前做过一次 我希望大家不要做一次 我继续鼓励人 我见到人就帮助他 鼓励他 关心他 又传阳福音 请教人 又更新他的灵命 你去继续做 就证明你真的有做在耶稣身上 那这些人就是能够进入天堂的 我们不是靠好行为得救 不是靠侍奉得救 是信靠耶稣的救恩得救 不过你信靠耶稣的救恩 你一定有生命的改变 你就会悔改 离开罪 遵从神 亲近神 和你都会侍奉神 有些人说 这个强盗都没有机会 他都没有机会怎么侍奉神 其实他的说话 就已经是侍奉神了 因为他指责这个犯人 然后他公开地呼求耶稣 这个公开地呼求耶稣 也是一个荣耀耶稣的行为 也是说 耶稣你是这个救主 我依靠你 也是一个宣告他的信靠耶稣 所以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就必得救 这个口里承认已经是一个好行为 所以你有时带领一个人信主 一个人在病床 甚至是临死的 他可以 你都叫他开声 你开声 真心 你都让他有这个真心的心 不要只说你跟我说 让他知道我们都是罪人 有时有些人觉得 他临终了还要说罪吗 我希望大家不要怕去说罪 告诉他 我也有犯罪的 我当时也有骂过你的 有一天 我们凡人所说的闲话 还有骂人是拉家 是蠢材 难免地狱的火 就是说给他听 真是有神的 真是有天堂有地狱 我们犯的罪都要供出来 具具供出来 我们想过的东西 我们做过的东西 我们的面色被人看 都是罪 就是说给他知道 让他清楚 我千万不要 神千万不要罚我 不要扔掉我的地狱 我们都可以跟他这样说 你说 我都会这样求的 神千万不要扔掉我的地狱 你救我 叫我将来去天堂 让他有这个真心 扔着耶稣的心 就不是好像 你跟我说 好像念口诀 跟我说 一、二、三、四 说完就说 他得救 当然我希望得救 但真的有些人 在这么多 在临终的祈祷 是否全部都上了天堂 我希望是 但我觉得未必是 因为有些 他只是想 敷衍他的家人 他周围的人 所以这样做 所以我们有责任 去尽量帮他清楚 让他知道罪 和罪的后果 也让他知道 天堂多好 那里充满爱 充满恩恋 那里没有人骂人 没有人惊人 没有人贪心 没有人贪钱 并且美得不得了 那里什么都这么美 那些花草树木 都这么美 充满荣光 那些动物 圣经有在罗马书8章里说到 受造之物都一起探色奴虎 等候这个得熟的日子 他就能够 与神的儿女 一起响 同响 神的儿女的荣耀 那这里呢 这件事告诉我们 他们不是消失的 那些动物 将来都可以在天上 你将来的狗 都可以在天上 你可以跟它在一起 那你会不会想 在天上见到它 还有你的家人 信耶稣都在天上 我又在天上 你想想想呢 让他们告诉他们 天堂多好 也告诉他们 地狱很惨 真的我们犯的罪 会带来的惩罚 是很严重的 在火里面是永远不死的 那些虫是永远不死的 是一直受苦下去 你想不想 扛着耶稣 耶稣救我吧 救我吧 虽然它已经是病危 但我希望大家不要等到病危 传呼 但无论什么时候传呼 我们都被人知道 真信耶稣的重要性 让他心里感激神 扛着耶稣 这个就是生命的表现 他真的感激神 真是扛着耶稣 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 如果他完全没有 我们不知道的 我不会说这个人没有 神知道 如果他是灵的 倚靠神 他只是跟你说 他是不得救的 我希望他不是灵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 全阳福音的时候 都记实这件事 不要只叫他跟着说 可以了 而是如何跟从神 荣耀神 我也会这样说 林中的病人有没有机会 侍奉神 其实他就算点头 他口都说不到 他有点头 他因为耶稣而欢喜 他会说出耶稣好 耶稣真好 耶稣救我 这个也是一个荣耀神的作为 也是一个好行为 当然 希望他更加有更多果子 例如我曾经带了一个阿婆信主 他说他已经临终了 他第二天跟他的子孙都说 你们要相信耶稣 耶稣很好 他就去即时宣扬福音 这个证明他真的得救 好了 这个犯人到底去了哪里 有些人识经是怎样的 乐园就是乐园 天堂就是天堂 单憑字眼 没有看到上下文 没有看到整本圣经 我现在在圣经里面给大家知道 到底这个乐园是哪里 首先这道经文是说到 我们每一个人交账 忠心 正先那个犯人 其实他交账他一样有好行为 当然他的好行为是不多 如果比较一个人 经常传福音是不多的 不过他依然是有的 对不起 我这里没有打到经文出来 在后面有说到的 应该在后面有说到的 就是耶稣说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面 所以耶稣去哪里呢 他是去乐园还是去天堂呢 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面 他就是交在天父的手里面 所以耶稣去天父那里 那么这个强道 这个犯人和他一起去哪里呢 都是跟天父在一起 所以由这句话 我们知道 耶稣是他的灵魂去天父那里 这个犯人也去那里 另外一句经文 就是保罗说的 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事好得无比 说到基督徒死去哪里呢 不是去乐园 与基督同在 所以让我们知道 基督徒死去天堂 没有一个地方叫乐园 但因为天堂是一个快乐的地方 所以叫乐园 不是有另一个地方 有些人识经就是这样的 有天堂有地狱 有个乐园 还有个哀哭设斥的地方 这些都是不合乎圣经 你上网搜尋 这个哀哭设斥 你会发觉那些经文 都是说到 这些人是受审判的 是被惩罚的 不是有个地方 不是地狱 是哀哭设斥的地方 好了 接着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四句说话 马太二十七章四十五节 从五正到新初 遍地都黑暗了 若在新初 耶稣大声哭着说 以利以利 拉马撒巴各大利 就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从五正到新初 如果大家 我读书的时候 老师教我 我数字 子丑人某神志 五味生有衰害 我不知道大家有学过 五正 五味生 身初 其实就是三个小时的时间 三个小时的时间 遍地都黑暗了 然后耶稣就大声哭叫 这个耶稣就是一个痛苦的表现 是这个痛苦的表现 他首先用希伯来文说的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神 为什么离弃我 你发觉他开始祈祷 一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说 父啊 是不是 是称呼 天父做父的 最后一句说 父啊 我将我灵魂交到你手里面 都是父的 但唯独这里是我的神 我的神 因为那时候 他和天父是隔离的 因为他在那时候 在这段时间 这个黑暗降临的时候 就是神审判他的时候 惩罚他的时候 天父与他分离 在那时候 他为我们成为了罪 成为了咒座 就是这个 这么荣耀 这么美丽的耶稣基督 在那时候 就承担一切人的罪 和一切人的咒座 我们所犯的罪 被魔鬼咒座 被人咒座 这些咒座都落在他身上 神在当时 就惩罚他 咒座他 所以他是很痛苦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离弃我 当时他有一个很痛苦的呼喊 我们就说 神啊 耶稣你真的很伟大 你居然为我而 被与神隔开 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我们来说 我们就惯了与神隔开 因为 我们在被信的时候 与神隔开 所以耶稣之后 是不是每个人都 时时在一个满足喜乐之中 我们都经历过满足喜乐 亲近神的时候 倚靠神 和神有亲密关系 你觉得真的是平安喜乐 但有些时候 可能有些担心太重 都会觉得 神啊 很远 很多苦怒的时候 很多激气 经常想起不好的事 都会想起 神啊 你在哪里 好像很苦 其实这也是一个 与神比较疏远的状况 我们真信耶稣的时候 其实没有一个时候 与祂架开了 不过是疏远了 你也会发现 有些时候真的很喜乐平安 有些时候真的枯干 我希望大家没有枯干的时候 我感谢神 自从我经历四年充满之后 我是没有枯干的时候 不过 是不是每个时候都这么密切呢 我都会说 有时没有那么密切 但是呢 我就会拔回耶稣 拔回耶稣 拔回耶稣就有力量 但是我未曾经历四年充满之前 的而且确有很多枯干的时候 尤其是被人伤害的时候 被人说一些不好的说话的时候 心里面有很多痛苦 在心里面有很多负面的想法 那时候觉得真的是苦的 是痛苦的 但是我自从经历四年充满之后 我一呼求耶稣 感受耶稣的喜乐 我知道耶稣在这里 感受神的能力 我知道耶稣在这里 所以希望大家学到这个灵的祷告 从心灵发出 多谢耶稣 和深信我一七日神 神就欢喜了 神就在这里笑了 祂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这个西法语书三章十七节 祂因我们开心到欢呼 神都笑 我都可以笑 我们的心就欢喜 神真的好了 祢跟我一起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跟天父隔离了 不再跟天父疏远了 我也希望大家 每天都在这个状况 每天都在这个 这个与神密切关系的状况 如果有些人说 很难啊 我家里有人诚 骂我啊 我很难啊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 塞了这个力量 我们一定要学习 其实这个锁匙是什么 第一是先信心的 信心是什么 我信神很欢喜 我亲近祂 我信神 我一悔过神就很欢喜 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不是好像我要求神 哎呀 求多久神才听我的说话 不是这样 我一悔过神就笑了 我希望大家触实这句说话 一个罪人悔过天上为他欢喜 忧伤痛苦的心 他不会轻悍 那么我们就深信 他一定是很欢喜的 那么我们的心就会 满足了 我一亲近神 神就欢喜了 就不会有一种重担 或者 好像被人骂完 很猛的一样 但是 神起愿我 我倚靠神 神起愿我 我不用受影响 这个负面的想法 就会 随去 因为负面的想法 就令到我们 失去 和神的密切关系 就是疏远 觉得无力 为什么很多人无力 就是被人骂完 自己又骂自己 所以没有这种力量 但是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立刻我深信 我一亲近神 神就欢喜 不是我够好 而是神是完美 是充满爱 所以我一亲近神 是很欢喜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会说 多谢耶稣 你真是很无辜 为我们与天父隔离 受这么大的苦 成为罪 成为咒座 但是我们 就能够和天父 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就不用再一次 觉得天父很远 我们就可以天天都说 天父在我旁边 你记得 我刚才唱了诗歌 耶稣在我旁边 耶稣在我心中 耶稣在我拥抱我 耶稣是时时和我一起的 这是第四个耶稣所说的 第五、第六 我们一起读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 这时以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唯要使经上的话 仍然就说 我喝了 有一个器皿 盛满了草 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涌 暂满了草 绑在牛七草上 送到他口 耶稣尝了那草 对不起 就说 成了便低下头 将灵魂交付神了 在这里说到 耶稣说 我喝了 就是耶稣当时的血 那些血不是流光的 因为人的血很难流光 每一滴 你汤鸡都知道 那些血都不会流光 每一滴 耶稣不是流到血尽 所以他死的 是他将灵魂交在神的手里面 所以他才死的 但是我们的血 不需要流光才能流光 他仍然可以有力 去说我喝了 当然我说我喝了 他的声音 就不会像初头那样 一定是很软弱 跟之前是不同的 这就让我们看到 耶稣当时的而且确受苦 他没有用他的神能 他没有用他神的能力 令到他减少这个痛苦 在以赛书5月3章 有说一句话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在这里说到耶稣受的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也就是耶稣不单是 与天父隔离 叫我们得到赦罪 耶稣也受鞭伤 叫我们得医治 这里我喝了 圣经是没有说的 耶稣受鞭伤 叫我们得医治 我喝了 我们得到什么呢 我相信耶稣是叫我们的生命 有力量 有恩典 有医治 有祝福 这个我喝了也包括 耶稣受的苦 耶稣受的鞭伤 受了我们疾病的痛苦 耶稣喝了也受了这个疾病的痛苦 我们的干渴的痛苦 神与我们同在 神会赐给我们活水 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我们感谢神 耶稣为我们受的苦 然后他们拿这个海蛹暂缴鸟 给他尝鸟 然后他就说成鸟 这句说话非常重要 这句说话是耶稣得性的宣告 成鸟 成全鸟 不是原鸟 原鸟就是原鸟 没有了 成鸟是成就鸟 已经成就了 有些人 有些错误的教导 在灵恩派里面有些错误的教导 他说什么呢 他说 耶稣在地狱受苦三天 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射罪的恩典 其实不是的 在耶稣十字架上 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 耶稣十字架上成了救恩 他就说成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救恩成就了 我们是可以白白得救 我们悔改信救耶稣 祝识耶稣 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是成就了 我们不用担心 耶稣已经成就这个救恩 另外 有恩典福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平若失 有没有听过平若失 平若失是异端 他只是说恩典 他就不说要悔改 他说如果有人说要悔改 我反对 直接说我反对 他也说到 你深信神的恩典 你就自动会对付罪 他说我有罪又如何 我就休息 他没有说对付罪 其实他的讲道是很有问题 虽然有些说我得到安慰 但我觉得我们所说的恩典已经令你安慰了 我们一悔改 神就欢喜 我们亲近神就欢喜 我们遵从神就欢喜 我们就可以开心了 譬如他平时有说一句话 他说尽心尽性尽以尽力 爱主你的神 你能不能做到 你能不能做到 所以这句话就是定你的罪 所以他就不教 不说 但我就说 我做不到 我就求主赦免 然后我继续做 为什么我做得不够好 就会很辛苦 他就觉得很辛苦 所以我不说 他不去教导很多 圣经吩咐要做的事情 这是很可惜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平约室 我鼓励你不要看 也有人知道他看的 你会去帮助他 我在网上有一个 讲到灵恩派问题的影片 有两次的 你上网看平约室 不是 就是灵恩派叶牧师 你会看到我 评论归灵恩派里面有各样的问题 是用圣经去回应的 好了 那 平约室也说到 总之就是成了 所以耶稣成了 那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相信耶稣就可以了 什么都不用做 但圣经很清楚说到 我们悔改离罪 圣经说到 我们去 譬如耶稣跟我的妇人说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耶稣也说 凡我所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 圣经有说到 岂不知在墙上都跑 你们也应当这样跑 去 也都决力多作主公 所以圣经有说到很多 决力去遵从神 决力去多作主公 还有你建造在盘石上 你遵从神就建造在盘石上 所以圣经说到 耶稣成就救恩 但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有些人的错误解释 什么都不用做 你总之信就可以了 我们信 但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是耶稣的救恩得救 但我们信到耶稣 我们就会真的去遵从神 神就喜悦了 神就欢喜了 你都遵从不完美的时候 我们就求主赦免了 所以这句说话 第六句 成了 成就了 耶稣成就了 这个救恩 我们一信靠 信靠 其实不是一个行为 是一个领受的方法 拿的方法 去拿 拿这个恩典 神就赦免我们 就是 马丁路德言是什么 就是一个乞衣 没有东西吃 然后有人给他食物 那他就拿 这个就是信心 就是神给的礼物 我去拿 这里说到耶稣成就了救恩 希伯拉书一章三节 祂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祂权能的命令 托着万有 祂洗淨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祂洗淨我们的罪 已经成就这个救恩 在希伯拉书十二章二节 也说到第三行 忍受你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 第七句 我们一起读一下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 耶稣大圣喊着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所以 下面那个不是圣经 那些是我写的 所以这里就是 祂将灵魂交在神的手里面 所以祂死的时候 耶稣说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面 而不是因为祂流血死 耶稣可以在十字架上流血 都不死都可以 祂用祂的神能 但祂是将祂灵魂交在神的手里面 如果有一天 如果我们真的受迫伯的时候 你都可以求神 神啊 求祂接我的灵魂 我有荣耀祢的圣名 在受迫伯的时候 我有荣耀祢的圣名 求祂接我的灵魂去天上 我们都可以这样呼求 这个不是自杀 因为神说 神我接你的灵魂 或者有人真的病得很重 神啊 我真的病得很重 我都没有机会再侍奉神 求祂接我的灵魂 耶稣也可以英文 不过我们不用每天都跟祂说 有些人病得很重 每天都说 神接我的灵魂 接我的灵魂 又不需要这样说 你说了一次 耶稣就知道了 这个也说给我们 耶稣死了之后 去到天堂 去到天父那里 跟天父一齐 它是得性的 已经是得性的 这里就将这七句 十价七言再说出来了 我们一起读一次 路加二十三章三十四节 父阿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有恩福音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母亲看你的儿子 有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路加二十三章四十三节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你要和我在乐园里了 马太二十七章四十六节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约翰十九章二十八节 我喝了 约翰十九章三十节 成了 路加二十三章四十节 苦阿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在这里这七句说话 真是非常美好的说话 让我们看到耶稣那种赦罪的恩 接立最大罪的人 连祭司长 他都为他们祈祷 想他们悔改 可惜他们没有悔改 他也关心 他的母亲也同样关心我们每一个 尤其在我们痛苦的时候 神更加关心 他也关心这个犯人 当这个犯人有这个心 我想得救 一个人想得救 其实他已经是得救的 他想得救 我想得到耶稣的救恩 他已经有这个信心了 他有这个信心的时候 他就会有果子 他的生命就会显露出 我倚靠耶稣 我拔着耶稣 然后这个人就在乐园 乐园就在天堂 因为耶稣在天父的手里面 然后耶稣受的最苦最苦 耶稣一生人所说的最苦的一句说话 就是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他在哈西玛利园里面 也说了一个很苦的说话 就是说如果腹下可以 求你把这个苦杯离开 当时他是痛苦的 他流汗如血 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挣扎 他挣扎了 他就接受 他要钉十字架 他这个挣扎 因为他要面对和天父分离 所以耶稣也是面对他的痛苦 但是当他面对这个痛苦之后 他也经历了身体的痛苦 他的痛苦也可以带来给我们身体的医治 而且他成就这个救恩 完全成就 他就将他的灵魂交到天父的手里面 希望有一天 当我们真的将灵魂交到神的手里面的时候 我们也是做完神 吩咐我们的事 这个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 当跑路已经跑尽了 我们已经做了神所吩咐的 神就喜悦 我们会有祈祷的 我们都去默想耶稣的大恩 还有待会给大家一些时间 给大家一张纸 派给大家 可以去思想这七句 耶稣的十架七言 去应用在自己身上 以及去祷告 去将这些说话 应用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一起黑盲眼来到神面前 亲近主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祢 主耶稣 我们多谢祢 我用我的琴 喂喂 喂喂 当着耶稣 当着天父 当着耶稣 当着天父 多谢天父的大恩大爱 多谢主耶稣的大恩 因为耶稣为我们钉死 我们每一个人就有永生 并且有神永远的福乐 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其实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是很短小 没多久我们会去到天堂 在天堂那里再没有痛苦 是极度极度的 享受神的爱 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 因为耶稣拯救我们 我们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你为我们钉死 在十字架上你所说的说话 都显示出你的大恩大爱 显示出神你的恩恋 主啊你为我们每一个祈祷 求天父赦免我们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犯的罪 我们不知道 求主帮我们知道罪的可怕 让我们知道罪的可怕 知道罪的严重 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悔改 耶稣跟我们一切 多谢天父你关心我们 你关心你的妈妈 也都关心我们 你关心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可以安心 我们可以安心 当我们信靠你 跟从你的时候 我们知道将来一日 我们会去到乐园 去到天堂 跟你永远一切 那里是好得无比的 我们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爱 有耶稣真好 有耶稣万事终 主耶稣有你真好 我们专心仰望你 我们专心感激你 耶稣成就的救恩 叫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活在喜乐里面 我们不再活在苦虏里面 我们不再活在痛苦里面 我们可以活在神的喜乐之中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爱 多谢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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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归你 耶稣为我们献上一切 我们只是归属于你 我只归你 属于你耶稣 我只归你 我希望大家都是装满这种感激的心 我们每天领受耶稣 主耶稣帮助我们感激你 感激你所赐的食物 所赐的生命 但最重要是感激耶稣 为我钉死 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成为神的儿女 祂有永生的盼望 祢祢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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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在这一刻 你试试表达对神的爱 和感激 耶稣我感激你 你为我钉死 你在十字架上 都想着我们 你想着那些得罪你的人 你想着我们犯的罪 因为很多事情 因为我们不知道 也有时候我们真的会 故意犯罪 求主射灭我们 帮助我们不要再故意犯罪 耶稣有你真好 我们有你真好 求主射灭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赐给我们感激的心 从心底处感激你 赞美你 欢喜你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 圣名阿们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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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